任敏,这个名字已经在年轻人的社交圈中引起了极大关注。 最近,她在七四九局的直播中以令人瞩目的表现和活泼的个性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 这位年轻的少女,以其独特的气质和超乎寻常的才华,让我们对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抛开她的直播成就,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下这个超长少女的成长背景和她引发的热潮。 据悉,任敏被乘势光线传媒《小公主》,14岁就参演陆寒的MV。 任敏自爆,有人说她长得像陆寒。 16岁,任敏参演电影《火锅英雄》,19岁被郭敬明选中出演《悲伤逆流成河》,20岁参演陆川导演的《七四九局》。 横看树看,任敏都不像万里挑一的明星脸,但从小就能跟顶流陆寒,之后也都是女主角、大导演的资源配置。 任敏是湖南长的人,有说她父亲是军人,也有说她父亲开着一家公司,跟圈内不少导演私交甚好。 值得一提的是,光线影业的副总裁刘彤是湖南郕州人,不知这其中有没有干系。 任敏的背景始终是个谜。 任敏过去主演电影《悲伤逆流成河》,以及古装剧《清平月》走红。 她去年搭档肖战主演仙侠剧《玉谷瑶》虽知名度大开,却因身形臃肿没仙气,外加装造不佳,颜值翻车引来骂声连连。 任敏戏外找上其他化妆师帮她重画角色妆,借以证明自己的颜值是被装造师拖垮。 任敏立刻惹怒《玉谷瑶》造型师,反爆料她耍大牌飞料,一袭败光路人员。 如今,任敏与柳州纪张婉义主演的古装新剧《景秀安宁》传出十日播出。 剧照曝光后,任敏被发现瘦了一大圈,五官也更精致,有望力甩玉谷谣言之负评。 没想到,景秀安宁最新预告曝光后,任敏又回归鼻大脸肿的模样,被网友狠批剧照是精修诈骗剧。 而任敏将传出几下周演,接演诚意新剧《长安24季女主角》,也引发诚意粉丝不满。 任敏曾演出《清平月》《赵辉柔》一角,轻受灵动模样,令人印象深刻,还被封为小周迅。 但《玉谷瑶》是任敏首部演出的仙侠剧,仙侠剧最重要的就是颜值是否充满仙气、灵气。 任敏在该剧不止体态明显变臭,最被诟病的问题就是眼具宽,鼻子大, 五官分散不够精致,导致不上相,掀气完全被当时的女二王储然碾压, 颜值与肖战落差太大,引来负贫连连。 自《玉谷瑶》开播,关于任敏到底丑不丑的讨论,刷屏各大软件。 网友们纷纷晒出剧中截图,最后以压倒性的优势得出一个结论, 任敏确实难看,鼻子大,眼睛小,脸型崎岖,面中凹陷, 任敏脸上的bug太多了,也许是察觉到舆论不利, 剧方开始为任敏的镜头加滤镜,瘦脸,缩鼻头, 但这些岂能瞒过观众的火眼晶晶。 剧开播后,还为女主角一针一针地修图, 这在内娱也是相当罕见的操作了。 其实观众也并非为难任敏, 此前他没有涉足古偶,只演一演现代剧, 还没让观众如此反感, 但他本来就长得不够好, 却偏偏要演颜值至上的古偶, 就不要怪观众挑剔他了。 其实男主角肖战在剧中的扮相还挺好的, 可惜任敏跟肖战没有任何CP感, 观众完全看不下去。 如今任敏继遇鼓窑之后, 又一部主演的古装新剧即将上线, 那就是任敏与张婉毅主演的锦绣安宁, 传出将在十日开播, 与李沁、曾顺兮的七夜雪同期对打。 先前锦绣安宁, 无论是路透照或剧照, 任敏都被发现明显瘦了一大圈, 脸蛋便小巧精致, 妆容也做出调整, 细柳眉相当修饰脸型, 靠阴影弱化鼻子存在, 颜值升级, 看好他力甩玉骨摇颜值负平。 没想到锦绣安宁日前释出最新预告, 任敏被抓包又回归鼻大脸肘的模样, 他在剧照跟预告里判若两人, 疑似之前都是靠修图营造变美形象, 被网友狠批根本是精修诈骗剧, 恐怕再掀起复评, 甚至有不少网友劝任敏别再演言之为 第一守卫条件的古恶剧。 无奈的是, 任敏下部新剧可能又是古装, 先前爆出掀起女主争夺战的 诚意古装新剧《长安24集》, 将在今年底开机, 女主报过陈都玲、刘孟瑞和周也, 最新消息爆出最后被任敏接下, 因而连带被看衰, 说起任敏的感情, 也是一团乱, 去年, 某知名狗仔预告, S加大暴剧女主吃窝边草, 网友以为又是啥不知名小明星, 没想到狗仔这回来真的报了任敏, 大暴剧指御谷摇, 窝边草指任敏和剧组导演在一起了, 狗仔拍到任敏与男友参加亲友聚会, 之后一起乘车回家, 晚上同在小区散步, 一路手牵手, 食指紧空, 两人衣着休闲随意, 任敏松垮扎着头发, 俨然老夫老妻的样子, 消息一曝光, 任敏男友也被扒出身份, 男友名叫万里阳, 大任敏五岁, 毕业于北影导演戏, 目前拍过几部戏, 最知名的作品是《平凡的荣耀》, 他单人副导演, 也是任敏新剧《群星闪耀》时的导演, 接着网友发现, 这和今年七月份另一知名狗仔的爆料似乎对上了, 狗仔称谋95花惨遭合作男流量粉丝网报, 由男友陪着去治疗精神类疾病的医院看病, 狗仔说以为男友是素人, 没想到是95花新剧的导演, 两人在片场亲热旁若无人, 感情稳定已经交往两年, 还有传言两人快订婚了, 这些几乎都和任敏吻合, 男流量直理线, 合作剧集群星闪耀时, 正是万里阳导演, 两个料是一个人吧, 当时根本没人往任敏身上猜, 因为狗仔花的95花男友画像, 太不真实了, 这是狗仔花的, 这是任敏男友的真实长相, 狗仔漫画是比内娱粉丝精修图还诈骗的程度, 还有八月份的时候, 某知情者晒出万里阳参加电影受益人放映会的照片, 提出他和任敏的关系, 并感慨95花没事业心, 评论区依旧没人性, 因为照片上的男人过于其貌不扬, 而任敏的前男友可是中戏小鲜肉, 没人相信他会审美降级的这么厉害, 知情人则称不要看不起人家, 这名男士是导演, 最近狗仔捶了任敏恋情后, 知情人终于扬眉吐气, 发文嘲笑当初粉丝嘴硬, 并再爆猛料, 称两人快结婚了, 但有点小争执, 因为一方想低外走爽子的旧路, 人民粉丝这回没功夫里会知情人说了啥, 恋情一曝光他们就心碎了, 因为这位姐夫的外形令粉丝十分不满, 颜值不行远低于平均水平, 身材更不行, 年纪轻轻已经发胖臃肿, 其实花粉对姐姐恋爱, 没有生粉对哥哥恋爱反应这么大, 可人民粉丝这回闹得很厉害, 粉丝说不回应不分手的话, 就脱粉, 快疯了, 对人民太失望, 有些受不了的, 已经原地脱粉, 劝工作室别回应了, 直接让人民退圈吧, 不仅粉丝, 网友也不理解, 人民为何和一位颜值相差这么大的男性交往, 人民的微博动态下, 满满的吐槽, 太丑了, 你糊涂啊, 图什么, 可惜了这么好的女孩子, 嘲讽, 人民不挑, 说, 人民男友像肥胖板王大志, 最理解人民粉丝的可能是马思纯粉丝, 好事者盘点内与女明星的三大珠系男友, 大家都不懂美女看上了她们什么, 杨丽敏也永不过时, 从去年十月份被拍到与导演万里扬牵手散步, 疑似恋情曝光, 在近一年的时间后, 人民工作室发出了单身二字, 不仅是对此前种种传闻做出回应, 更是有种官宣分手的意思在, 毕竟即便是两位当事人都没有公开承认过恋情, 但被狗仔多次拍到同况画面下, 人民和万里扬的恋情已然是被坐实了, 尤其是此前被拍到一起旅行, 引发了人民粉丝大量脱粉后, 单身二字或也是及时止损, 为整件事画上了一个句号, 毕竟对于99年出生的人民而言, 现如今正是事业的上升期, 谈恋爱不仅会影响到人气和流量, 更是会让他在剧中与男主的CP难以刻下去, 或也是有了前车之鉴, 在搭档张婉一的新剧《锦绣安宁》即将开播之际, 人民此时的辟谣恋情, 或也是难免有为后续聚集做铺垫, 甚至是于说最大的程度去保证聚集成绩, 利宝、CP好科做出的最大努力了, 毕竟在经历了去年玉谷窑中的古装颜值争议后, 人民目前的处境十分的尴尬, 若无法以锦绣安宁中在颜值和演技上扳回一城, 人民后续在古装赛道上的资源和发展, 显然会遭到巨大的降级, 在事业和爱情不可兼得时, 人民以单身二字或也是直接告诉了所有人答案, 当然了,人民否认恋情后, 锦绣安宁的播出前景也的确变得更为出色, 尤其是一种CP粉更是狂喜, 改编自高人气小说的锦绣安宁, 有些类似于此前的宁安如梦, 在同样有着魂穿设定下, 男女主的成长和情感线, 无疑是变得更具看点, 在融合了朝堂、权谋和爱情等元素下, 输出不受宠的少年与重生之后知晓未来的女孩, 从试探到倾心彼此, 最终去改变结局的故事, 无疑会让人看得大呼过瘾, 而人民在锦绣安宁中, 不仅古装颜值要更高, 而且对于角色的呈现, 也是要更为的精准, 从此前官方发布的种种物料中, 披着粉色风衣的人民, 浓郁古风感之下的灵动, 让人无比的惊喜, 并且男主张婉毅, 在经历了长乡丝柳州记的打磨沉淀后, 个人的实力也是要更为的出色, 即便是在柳州记遭遇到了一定演技的质疑, 但以张婉毅对于角色的驾驭能力, 显然也会有着十分惊艳的表现, 特别是在与人民同换画面中, 所表露出来的CP感, 更是让人十分的期待, 再加上刺杀, 张瑶, 吴嘉欣等一众老熟人配角的助阵, 锦绣安宁的整体实力, 还是非常出色的, 现如今, 人民的恋情结束, 让他在剧中与张婉毅的CP夜市变得更好刻, 这货也是在一定程度上, 会提升锦绣安宁成绩的上限, 毕竟不论是人民, 又或者是张婉毅, 都太需要锦绣安宁的火爆, 来逆转目前的处境了, 也相信, 暂定十月播出的锦绣安宁, 能带给我们足够的精彩, 掀起新的追剧狂潮, 对此, 大家是怎么看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